电池转换系的使用安装 包装做出来包装是这样的 有时候因为花快递 我们可能会把包装换成泡泡蛋 体积更小,就是减小体积 标配两条电源线 这两条线是接电池的 红色是正极,黑色是负极 电池线的接口位置在这里 一般装好以后就可以不拆 红色接红色,黑色接黑色 因为灯的功率大,电流也大 所以必须得拧紧,用点力拧紧 拧紧以后,电源线以后就可以不用拆 要说一下转换器 各个位置 这里是散热风扇 第一个散热风扇 第二个散热风扇 这是电源开关 插座 这两个只是灯,红色是保护 保护,保护包括电池不够电 或者过窄保护,都是红灯亮 绿灯亮就是正常工作 这转换器带反接保护 就是,接电池的时候 红色接正极,电池的红色接正极 黑色接复级 这样接,它就能工作 打开开关 风扇转 绿色指示灯亮 因为现场这里雾了光 所以可能看不到这个绿色灯亮 所以绿色灯现在是亮的 关掉 如果不小心接反了 接错线了 反过来接了 开机 它不会工作 它自动会保护的 所以不怕 不用担心 第二点 第二点是很重要的 它能够使用什么电池呢 12伏的电池 12伏的电动车电池 12伏的汽车电池 12伏的锂电池 不要使用20伏或以上的电池 然后我们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可以用背包背着 接上去的时候有火花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第一大电流 有火花 就是第一期接的时候冒火花 是很正常的 然后接灯 有两种方法 第一就是 把灯插上去 把灯直接插这里 拿背包背着走 拿一支灯 接上的 直接插灯 开机背着丢走 直接用 第二个方法 就是把电池和转化器丢在地上面 也许可能用很大的电池 你要去丢在地上面 然后接一个长线的插座 这插座可以30米 可以50米 插在转化器上面 转换器开了 然后灯 就插在插座上面 插座就可以带着到处 一个转换器可以带两只四号灯 四号灯带两只 八号灯只能带一只 带两只灯 把灯插上 带在插座上面 就这样连接 因为很多客户问我 接两只灯怎么接 就这么接 接上个插座就可以了 好了就这么简单